云儿乖 快 笑个给父亲看看 当初云儿刚出生 一关说分娩过程长 有先天哮喘之险 还好给配了香囊随身携带 没事的 云儿 有爹爹在 你一定没事 公子你看 云儿笑起来 真是和你一模一样呢 怎么觉得 他跟你像一点啊 谢公子夸奖 公子 你快回去看看吧 连维居抓了个刺客 公子 刺客 连维居怎么会有刺客 蠢是那骆青脸惹是生非 不知道在外面 抖罪了什么人呢 先是帮我接生 再又遇到刺客 怎么会这么巧 丫头 公子 你有没有事 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撕下她的面罩 撕下她的面罩 原来是个女的呀 是她 你认识她 回公子 下午奴婢陪小姐出去 路上注意到有人跟着我们 奴婢见她是位女子 以为只是凑巧 没想到她不怀好意 竟然跟到了公子底 这么说 是蓄意了 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支持我 我是替天行道 要杀了这个恶毒的淫妇 来人 砍掉她一条腿 公子别急 你 妾身倒是想听听看 她要说些什么 用不着你的毒妇 嫁人嫁衣 今日我杀不了你 来日即便做了鬼 我也要和我哥哥一起 向你锁命 你哥哥 你哥哥又是谁 公子 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 说 你是谁 为何前来行刺 你在满城地找这样一种 幽兰的香气 可是这种 我们在哪儿见过 黄泉路上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杀我 其实我并非你要找的人 与你想方设法 把这人找出来一样 我擦这香 就是为了引你出来 你不是 我若是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放心 你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保证 你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我叫赵清云 父母造王 是哥哥 是哥哥赵清泽 把我一手带打的 平日里 我们就靠着吉姆博田讨生活 我虽是个女子 却自有喜欢拳脚 不像我哥哥 他一表人才 满腹学问 我哥哥没适时 长与同窗 一起研习 诗词经史 每次都会在天黑前回家 直到半年前的一天 一直到我做完了晚饭 天都黑了 他还迟迟未归 我坐立不安 一直到了四经天 忽然听到了敲门声 谁呀 哥 是你吗 哥 哥 哥 你怎么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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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哥 我想要给他止血 可是血太多了 怎么都止不住 我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哥的脸色 越来越 越来越苍白 夫人 我 起来吧 我哥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告诉了我 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我哥说 我才坏了在手 我关一个小巷子 就 就 就白身打晕了 他逃入麻袋 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他什么也看不见 只知道四周浮动着吉好文的香气 一个女子应当无耻 一直在引诱着他 我哥哥最终没有忍住 不知名的 我 后来呢 原以为这样变极了 真知道那些人丧心病狂 竟然要杀了他 我哥哥一切文若书胜 又如何会是这些人的对手 幸好他聪明 装死骗过了这些人 等他们走了之后 才逃回了加州 可他伤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强承着周浮这些病 我哥死了 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他也不会醒过来 这和你前来行刺 又有何相关 就是他 还真是那个勾引我哥哥的杀人凶手 胡言乱语 连你哥都未见过这女子的相望 你又如何能认他 我认得 我哥哥与他相处半夜 继父相亲 身上自然留下了他的香气 我牢牢记着这香气 发誓一定要找到他替我哥哥报仇 这大半年来 我找遍了取粮大小的香粉铺 却始终也找不到 一直到今天 我远远就闻见了他身上的香味 这香气 我到死都忘不了 好 公子 切身发誓 绝无此事 公子 奴婢整天跟着小姐 可以保证小姐 绝对没做过那些事 如有一句谎话 宁可天打雷劈 你 起来 起来 我何事说过疑你了 都起来 都起来 公子 此女子生泪俱下 想来不会是花花 那香气是他王兄之死的唯一线索 他绝对不会记错 公子底的香都是经过特殊调配 外面绝无相同 就算妾身心中再是坦荡 也实在是百口莫辩 不过你今日身上的味道 确实和平日不同 奴婢差点忘了 小姐平时用的清衣香用完了 一时没能续上 奴婢便向管事 要了一盒其他香暂时用着 是谁用的 什么香 奴婢不清楚 好像叫百 百 百月香 对 百月香 谁用的便不知了 奴婢这就去问一下管事 不用了 苏南春 再公子来 通知各院 让所有人立刻去京秋院 尤其是禁书馆 明白 公子 你杀不了他 回去吧 赶紧收拾好东西 离开渠粮 忘记这里的一切 好好重新过日子吧 我相信 你哥犬下有知 也一定希望你会这么做 我固然对付不了他 但我可以祝你一臂之力 但我可以祝你一臂之力 你这样可以来找我 又问了我这许多 绝不会仅仅只是因为好奇 你真的想要帮我 即便是你会以身涉险 生死难补 此生 我若是不能为我哥哥报仇 我即便活着 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你可敢去信公子邸 行刺 男儒贞 男儒贞 不是我赶尽杀局 而是你天理难容 如果这世上真有因果 一旦要看一看 你要用几世的痛苦 才能偿还今生作下的恶 你可不得了 姑娘 公子让所有人即刻去荆秋院 即刻 是 即刻 这么晚了 一定和连维剧的刺客有关 李唐呢 怎么打探消息还不回来 姑娘 怎么样 姑娘 这连维剧谨慎得很 消息封锁得密不透风 小弟也是花了不少因子 才打听出这刺客是个女的 还有她的名字 什么名字 赵清云 赵清云 赵清泽 难道这个刺客 跟赵清泽有关系 跟赵清泽有关系 赵清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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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公子和夫人恕罪 起来吧 姐妹们同时知道消息的 真妹妹怎么会来晚了呢 原本早该报的 拿着临出门是云儿有些咳嗽 也计计是 我最深厉害的 发生这个行为 不得了 我得了 你认识的 真是呀 不得了 我说 你也认识了 他在这儿 你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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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婆 他老婆 你认识了 我是学生了 你认识了 我认识了 而是她的母亲 借种生子 无风不起了 真妹妹 你有什么话可说呢 毕切不知此传言从何而起 可毕切没有做对不起公子的事 求公子明鉴 既然没有做过 为何这么着急地求公子 难道妹妹不懂 轻者自轻的四个字吗 姐姐只知轻者自轻 却又可知流言猛与虎 妹妹又岂有不怕之灵 想知道妹妹是否清白 倒是不难 力学艳卿也就是了 不错 这也是眼前唯一的办法 公子认为如何 公子 毕切自知身份卑微 蒙公子不弃 说在身边恩宠有加 毕切如今拥有的一切 都是公子所赐 公子若是开口要回 毕切绝不会有一句怨言 但是云儿不同啊 他与时儿 昭儿 一样都是公子骨血的延续 公子如今却要一心于他 让云儿长大之后如何做人 云儿不会知道 叶 叶 既然如此 秦妹 去取完水来 是 慢着 恐怕这水谁都能取 唯独妹妹取得 可不得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 这水中如果加了白帆 即便不是狄亲 也一样可以消禄 既然妹妹清清白白 又何必刮田里下地 惹人怀疑呢 多谢姐姐提醒 秦妹去把云儿抱来 是 秦妹 姑娘和咱们的性命 都在此一举了 放心吧 这针扎下去不太疼 不是扎到你的身上 你当然不疼 你 云儿子出生后 就一直寒冥 好不容易安生两天 又要被人一心 在他身上掺着 我可怜的孩子 人家是小公子 你也是小公子 你也不肯 我以为你就这样 你哭 前身也和妹妹一样 初为人母 也一样 是宁可自己受再大的痛苦 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分好 可你想过没有 这一关要是不过 女儿纵使长大成人 也会一直背负着流言 抬不惜头做人 难道妹妹想这样吗 把孩子给我吧 只要她是公子的 轻生骨肉 从今往后 你们母子便可以堂堂正正 这公子底内外 再没有任何人 可以议论你们半分 你可以训绕起床 不愿意伤害 你承认啊 我不愿意伤害 我不愿意伤害 冰儿 公子 我 冰儿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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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云儿 你怎么了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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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川 岂没想当的 在小公子怀里 江医官 云儿 你怎么了 你别吓娘啊 云儿 你别吓娘啊 云儿 云儿 你在这儿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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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月儿 妹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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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老天爷 你瞧她眼看看 她哪出生几天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待着她 为什么 云儿 我的云儿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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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真没有骗你 云儿真的是你的血脉 您看看 毕竟没有解决 毕竟没有做对不起公子的事 如真没有解决 如真 解哀吧 云儿已经走了 不 不 我云儿 我的云儿 我云儿 云儿 是你 是你 我都愿意救她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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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晴梁 你做了什么 当日喊你儿子小展示我无心 今天来我一直为她奉向起步 谁知你竟怀恨在心 要是我云儿与四弟 你好狠心 小心 小心 不 云儿 云儿 公子 确实没有 一切都过去了 不 不 让云儿安息吧 不 公子 起梅 把小公子带下去 不 不公子 好生安葬 不公子 我说了把小公子带下去 姑娘 姑娘 不公子 公子 这滴血晏七 我 云儿 云儿 已经走了 自然没有咽血的必要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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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有话要说 米棠 你想说什么 公子 小儿现在是郑姑娘的下人 本应当忠心护主 不言郑姑娘是非对错 但这件事 小儿实在是 难以装聋作哑 所以即便是被指不忠不义 背上叛主的骂名 小儿也必须把事情说出来 说 什么事 郑姑娘心里清楚 若想东山再起 最有效的方式 便是怀上公子的骨肉 眼看离最后一次事前的日子渐远 郑姑娘铤而走险 寻了一位相貌堂堂 且满腹师叔的男子 郑姑娘在府外还有一处住处 你在胡说什么 莫不是 我之前责问你几句 你就在这里陷害我 小儿所应皆是其眉 酒后吐露 居居属实 她寻了一些侍卫看门 把这名男子引诱到住处 在房间内点了弥香 只知道四周浮动着吉好闻的香气 男子不知道自己中了弥香 和郑姑娘发生了苟且之事 郑姑娘为了防止此事败露 便起了杀心 也以为这样便结了 只知道那些人丧心病狂 竟然要杀了他 而此人正是赵清泽 杀死赵清泽之后 郑姑娘顺利怀孕 并且生下了云二小公子 他以为这件事原本已经过去了 可没想到公子 今日要滴血燕青 李堂 你起来啊 是 真好 不 是这样的公子 是 不许呢 不许碰我 好啊 真是好 公子 你竟然 你不要听他狗下人胡说 他是新鲜还并且 并且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才死 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才死 这句话真属性 是 你还想狡辩什么 公子 就算如真什么都是假的 可如真对公子的心 却是真的 公子只知并且很多 却又是否知道 并且很多为的是什么 并且没有别的心思 只是想那一心一意 留在公子身边罢了 并且实在是舍不得公子呀 并且原本只是想说一个谎言 可是谎言一出口 就再也拥不得自己 一步一步 将兵且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没有办法呀公子 公子 兽人云 知错能改善莫大业 公子难道真的 连一个改过的机会 都不给如真吗 你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公子 才犯下这十恶不赦的大罪 换言之 就是让公子替你担下这些罪行 如此你还敢说你爱公子 如此你还敢说你悔过 好 莲夫人说得不错 你根本毫无悔改之心 不过是为了活命 而说了一些违心之话 公子岂能姑息 即便你真的是真心悔改 可是虎毒不识子 要是今天这事情能平息的话 那谁敢相信你以后不会再犯错 李唐在竞书馆只伺候了这么些时日 便知道南如真这么多害人的事 那么从前呢 好好审一审起梅 只怕让人心惊的事情还有更多 嗯 可别着 可别什么都着 都是这姑娘别怒别干的 公子 我此刻 公子 真的想割开你的心 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 来人 把这个毒妇拖出去 杖毙 公子 切身斗胆 请公子饶难入真一命 你说什么 论罪 他罪我可恕 可论情 他毕竟陪伴了公子多年 若是公子亲口将他诛杀 这事传到王爷耳中 王爷定会认为公子狠心绝情 切身以为 留他一条命 赶出公子底即可 好 好啊 好 就依林夫人所认 把南入真秉为庶人 立刻赶出公子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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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吧 dona 帮她们开车 可以的 自己还是侧厄夫人哪 妹妹为何会突然心软 难如真狼子野心 放虎归山未必是明智之决 即便是为了得公子赞赏 便牺牲了报仇的最好机会 这代价为命有些太大 失去了孩子 也失去了地物 得到的一切都化为云烟 只希望 难如真能就此回过 至远 来云 你回来干什么 我回来见夫人啊 谁是你夫人啊 你夫人不是应该在竞书馆吗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夫人她已经被赶出公子地 沦为树人了 怎么 新人倒台 又想起旧人了 又想回来了 不是 我是 什么是什么 别以为你出卖男人真 你就立了功了 像你这种七二连三卖主求荣的人 我们连微居不要 我们不要 姑姑奶奶们 你们听我说 喝这小人废什么话 把他轰出去 轰出去 轰出去 说出去 说出去 等一等 等一等 住手 小人里头 见过夫人 你是谁的下人啊 他的确不是下人 一旦去了竞书馆 你可能会被所有的人误会 他们会说 你卖主求荣 背心弃意 你 真的愿意吗 只要能为夫人 为小公子查明真相 让小的干什么小的都愿意 他所做的一切 早已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亲人 很好 回来了 对不起 让夫人又醒了 是我对不起你 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走 先进去说 我还以为 我们误会你了啊 你不惜忍痛挨骂重心护主 我们刚才还 好个礼堂 我就知道你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背叛小姐的 是吗 刚才是谁拿着扫帚 一直打我来着 谁啊 谁啊 不是我 不是我 待会儿啊 我就去禀报公子 把礼堂呢正式地给要回来 好 以后咱们一家人啊 就算是团聚了 小的日盼夜盼 终于盼到这一天 为此 小的专门给夫人 准备了一份大礼 我去把门关上 小的到了竞书馆之后 南若晨虽然把我当成心腹 但偶尔也会和起妹有私下商议的手 夫人都看了很久了 就只是个酒壶 什么都没有的 姑娘您看 就是这个夫人 这不孝取粮也不是村落 这到底是哪儿 你说 这是四公子最在乎的东西 对 小的听到的是这个意思 不管是什么 定是四夫人的死血 这张地图到底有什么蹊跷啊 夫人 二位姐姐怎么来了 刚刚得到消息 南若晨死了 専严 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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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我跟我们家有免费 这天这么凉 怎么不好好休息 在这儿做什么 妾身今天听说一件事 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难如真死了 丫头 她如此待你 你还为她伤身 要是她有你的一分善良 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公子已经不止一次 夸赞妾身善良了 我都还没有说凡 你就已经听凡了 我知道了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 称赞你得要有点心意 若公子有一天发现 妾身就像难如真一样很多 公子会恨我吗 和她一样很多 好 那看来明天我得放几只毒蝎子 在你的床上 然后让他们 扎你良心 以毒攻毒 看你怕不怕 害怕 害怕 妾身已经很久都不知道 害怕是什么感觉 唯一能让妾身害怕的 或许就是接下来这些话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总是说一些不着边的话 妾身 罪无可恕 请公子责罚 什么罪 遍天过海 推波助澜 劫刀杀人 所以礼堂的背叛是你一手作证 只为了证据确凿 好揭发难如真的真面目 是 好 所以 他是四弟的人 那天落水有意诬陷害你 之后你做的一切都处心积虑 就为了查明真相 是 好 所以在别院里装疯 都只是演戏 为了让我心怀愧疚地接你回来 是 为了让我心怀愧疚地接你回来 好 是 好 好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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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呢 当我为了你心急如焚 四处奔波的时候 在你眼里 我应该是可笑至极吧 就如同一个被耍得团团转的傻子 是吧 不是 那是什么 哪怕你对我有一分情意 一分情意 你怎么会忍心践踏 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还玩弄在鼓掌之中 不许哭 眼泪对我没有用 说 小不忍 责乱大谋 好个小不忍 责乱大谋 好个小不忍 老七说过 你是女诸葛 她说对了 但我就万万没想到 看不清你的人 竟然会死我 竟然会死我 公死 的确是看错气势了 什么 我天真帅着 那个骆青霖 早在金府之前就已经死了 你 我 现在的我 和南如真有始不去便 我却可以利用我最爱的人 还可以 气管酸气 耐心折腹 我最后问你一句 对你而言 我是否只是一个 复仇的工具 而无以私情 若我说不是 公子还会信吗 你回眸思想 是啊 原来是我心靠的重伤 我还有心吗 你回眸的年华 看着最早的人间 开变坚冲的花 你回眸的年华 你回眸的年华 这些女眷之争 公子又何尝不止 你如此执着又是何无量 都是泡影 什么 公子爱的那个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罗亲凌 是他想象中的罗亲凌 是假的 是个报应 我不要做那个报应 无心无愁 脱情多苦 走吧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你 我去 那是什么 蓝星挥之雨里种向阳生长风而扬 孤岛中长似云朗回融化了冰霜 相思红豆绣中藏在目光中绣断缘 回风不可轻才又会催人向往 懂了吗 慌了吧 真了吗 念了吧 相忘吗 相忘吧 都愿吧 终于我满天世界都在思念之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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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都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 多少吃一点 不吃了 待会你们吃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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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南春来了 公子让您跟他去一个地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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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 啊 啊 哇 啊 呢 啊 找到是谁吗 连灯是为了悼念亡人 难道公子有哪位孤娇去世 是我 这一盏 你猜得到是谁吗 那是 是妾身 没错 是在别院装疯的你 那一盏 是机关算尽的你 这一盏 是看你进王府选事的我 而这盏 是耐心蛰伏的你 是 一幅画 按笔语和储藏 一句话 一语绕几根梁 恰恰于是连家 编出几株是泪花 终造的恩与烟 脱身了牵挂 一阵茶 谁人早逝都不凉 丫头 我们就抛开 过去的遗弃 重新开始吧 却风与回夕阳 却风与回夕阳 我已不再是以前的罗秦凌 公子还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吗 我已不再是以前的罗秦凌 或许 或许 情之一物 落定清洗手 就是洞悉你所有的不堪 一切都给你 仍愿 不离不弃 公子为何要带琴是这样好 我也希望 你能如此待我 我骆青年对这满池炼灯历史 此生此世对公子 再无其缘 你 骆青年一生不齐 我 赫连信一世不已 这 公子说的是真的 我都没遗运你了 你就开始遗运我了 你 骆青年一生不齐 我一人的流离 等你垂青 苟将乱世抚平 忘记你 那观众真要寂寂 我一生的风景 黯淡清零 皆有你而牵引 落定情世上的命就留给你 落定情世上的命就留给你 我能保险你了 你让我点了 公子 接身 还有一个请求 不知道能不能应付 是礼堂 公子原来早就想到了 礼堂回连维局以来 公子底的人不明真相 处处排挤他 说他是第二个徐良川 妻生觉得 与其堵住众人悠悠之口 不如让礼堂远离是非之地 礼堂有勇有谋 又难得的识文断字 刚好呢 取阴线有个缺 如果你舍得的话 我就去恳求父亲 让他跟着我离开取良 公子要离开取良 是有另外的公务 或许你听说了 就是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顶死案 确实听人说过 听说 有的死刑犯拿出重金买命 让老百姓替他们受刑 是啊 有钱人为了活命 自然多少钱都舍得 但奇怪的是 神里属大牢竟然被人打通 上上下下都查不出主使者 今日 父亲大怒 他听说 赃款都会到环州 便让我去查一查 环州 这么远 如此收眼通天 这背后的人 肯定不简单 我去查一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人却连在身边伺候都不行 心里实在难过 公子给你的是人人艳羡的差事 一定要好好把握 有所作物 才算是对我和公子最好的汇报 环州的天气 李唐 环州的天气特别潮湿 你还有旧伤 一定要注意保养 万万不可着凉啊 是 夫人 你记得 我这衣服是你当时 衣服 支月给你准备了一些衣服 环州 你记得换着穿 到了冬天 我们还会再准备一些棉衣 给你送过来 是 公子夫人 小人此行必定做出一番成绩 依此 回报夫人与公子的再造之恩 去吧 去吧 驾 驾 你与他说了这么多 对我就没有什么叮嘱的 公子死去 必定每时每刻都奔忙公务 切记不可 分神 分心 切身在家中 也不会惦记公子 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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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走了 公子 还笑你们这些人 记得你说的 不可以想我 记住了 后会有期 小嫂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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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说不会惦记公子 公子为何还那么高兴 是听懂了什么吗 我说要让他不要分心分神 是因为我知道 他必定会长思长念 我告诉他他 我不会惦记他 是因为我知道 他一定会归心思见 这 这是情话 小姐 是他听到的 是谁的 我他们的 这偶像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我不可能的 他没有想到 连微剧也没有找到 一定是这个女人藏着起来 一个女人嘛 抓起来吓唬吓唬 还怕她不说吗 她可交代了你 这 这个 淳淳 她骆青年是什么人啊 就凭你 又被她套个一纲二镜吧 夫人 夫人 你怎么来了 公子抓了骆青年 我只是让他去偷地图 公子好糊涂 地图的是切身自会想办法解决 公子为何如此沉不住气 要铤而走险 叫我如何沉得住气啊 父亲已经派老三去环州了 老三的势力你不是不知 当初吕北义掌管探补营 不过数日 就帮咱们在环州城市 现在老三亲自过去 不出几日定将环州 翻个底朝天哪 若说骆青年再把地图交给他 这可是关乎我们的生死大计啊 夫人 那骆青年什么人 他被抓了三哥 是要拼了命来救的 倒是人赃俱祸 难道便不是生死大计 你怎么了 这人如何是好 夫人 还能如何 此人是你我最大的祸患 立刻杀了 免得拖泥带水 是